炒到微黃 炒到微黃 大熱天 廚房大鍋裡拌炒子 紅燜羊肉 師傅手沒停過 蔥薑蒜全都下 但是沒有一點中藥味 港山的是紅燒 又辣又鹹 味道很重 西湖的是清燉的 清燉的沒啥味 但是有時候燒不好 羊燒味就出來 這個有兩個的優點 它有很清爽的口感 很濃郁的口味 但是它沒有羊燒味 拌炒過程中 老闆不嘗試 大方公開紅燜羊肉的秘訣 這一罐看似豆瓣醬的香料 就是羊肉鍋的精華 吃羊肉爐 多數人最怕就是三味 也就是所謂的羊燒味 老闆煮的紅燜羊肉 只選15公斤以下的羊 煮出來的羊肉 才可以燜燒不燒 15公斤以下 我們在英文裡面叫Lan 15公斤以上的大羊 叫McGong McGong的肉呢 非常的粗 老 而且McGong是放羊 Lan是圈羊 所以它的肉質非常的細嫩 而且沒有太多的肥油 但是羊肉如果沒有肥油 它會非常的難吃 所以它有一點點的肥油 然後它的皮子非常的細嫩 軟糯 而這一鍋煮的是湯頭 熬煮好幾個小時的羊角筋 最後必須熬到腿肉分離 上桌前 底層鋪上高麗菜 加點蔥花 就大功告成 你吃這個它的菜 還是喝它的羊肉湯 可以感受到它的溫度跟語言 所以這個羊肉湯其實一般 其實沒有這麼清爽 你那個湯喝下去 第一個它那個湯匙還可以去油 然後它用這個15公斤以下的小羊肉 煮出來的湯真的是非常特別 我想這是我在地基隆吃過最棒的餐 我一直有一種想法 就是吃羊肉爐是在冬天吃的 但是它這個鍋 就是不會像我們一般的那個 羊肉爐的店很燥熱 它這個是屬於羊骨 適合夏天還是冬天都可以 它這屬於羊骨吃起來 不會像一般的鍋那麼燥熱 喝上一口湯 客人形容肉嫩不燒 湯頭溫潤不油膩 顛覆夏天不宜吃羊肉爐的印象 羊肉在本草缸裡面 它是屬於一個很溫補的一個肉類 那為什麼夏天很多人誤會它會燥熱 那就是廚師的問題 你如果放了大量的中藥 或是大量的麻油 它吃起來就會燥熱 像我們這樣的以溫制溫 所以出來的東西是非常的溫補溫熱的 那夏天到了大家出汗多 人會發虛育 所以晚上有空來一鍋羊肉 而且夏天喝了很多大量的啤酒 冰冷的飲料 喝一點這種溫補的東西 讓自己身體處於一種平衡的狀況 來一碗鴻門羊肉搭配串燒和烤鳳螺 夏天吹冷氣吃羊肉爐 也是一種不錯的選擇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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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